法国的第一轮选举已经羡慕 投资者悬着的心似乎逐步恢复了平静 欧元似乎也逃脱了跌破评价的噩梦 亲爱的社区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维珍 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的社区竞赛 随着天气愈加炎热 我们的社区竞赛也愈加激烈 首先我们走进美日股票期权竞赛 从排行榜之中 我们看到 来自加拿大的Folksy Rabbit 以月盈利4万1,250美元的好成绩 本居榜首 恭喜他获得3,000美元的奖金 紧随其获得是来自摩洛哥的DEMO-1234 恭喜他获得2,000美元的奖金 投资的掌声送给其他13位获奖者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技术面分析大赛的州冠军 在4月份的第三个交易周里 来自乌克兰的SM-ARTNIC 以总分330分的成绩成为该竞赛的州冠军 恭喜他获得650美元的奖金 而来自斯洛文尼亚的ELDEK DEMO则紧随其后 恭喜他获得550美元的奖金 其他8位获奖者请参阅我们的官方网站 接下来来看一下都高斯贝加利大赛 位置榜首的是来自乌克兰的Vestom Consultant的女士 此外她还是1月份都高斯贝加利博客的冠军 她的名字在社区成员之中我们并不感到陌生 紧随其后的是来自俄罗斯的阿里奥娜女士 她发表的博客常常受到社区朋友们的欢迎 比如前不久发表的为什么夫妻双方的长相会越来越像 该文章受到了社区朋友的一致好评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都高斯贝扑克大赛 在美洲扑克大赛之中 恭喜来自奥地利的Lenantri获得500美元的奖金 而在美日扑克大赛之中 恭喜来自巴基斯坦的Imran Minkail 99 获得了125美元的奖金 好了本周的数据竞赛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